半个郡被夸张成一个州 刘备借荆州,有戒无还 刘备的信誉因此大打折扣 三国演绎说道三气州瑜 多围绕荆州的戒与要展开 给人的印象是要债的快被逼疯 欠债的一味耍赖 不管做了怎样的艺术处理 对刘备的形象都显然不利 史书中对借荆州也多有描述 不过记载往往比较含糊 尤其是没有具体指出 这里的荆州指的是什么 荆州本是天下十三个州之一 下面有七个郡 刘备借荆州时 这七个郡并不都在孙权手里 刘备要借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郡 也就是南郡 他的郡制是江陵 赤壁之战后 刘备暂时栖身于南郡游江口 这里连县城都不是 只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子 刘备把它改成公安县 刘备特别想要公安所在的南郡 于是向孙权提出这个要求 孙权经过反复考虑 出于共同对抗曹操的想法 最终借给了刘备 不过即使南郡 孙权也不是全借出了 因为南郡北部的襄阳 并不在孙权的手中 那是曹操的地盘 所以孙权借给刘备的 只不过是半个南郡 荆州七郡中剩下的六个半郡 要么不在孙权手中 要么孙权并没有借给刘备 孔荣编典故 讽曹操 孔荣在曹操身边 一向以老奋青的姿态出现 不仅经常跟曹操对着干 还对曹操搞过人身攻击 后汉书记载 曹操攻下夜线后 曹丕看上袁绍的儿媳 真福 把他娶回家 孔荣听说后 马上给曹操写来一封信 却不是来贺喜的 孔荣在信里 阴阳怪气地 说了不少不怀好意的话 还说了一句 五王伐咒 以达基赐周公 这一句出自何点 又是何意 连保读诗书的曹操 也搞得一头雾水 后来曹操见到孔荣 当面请教 这出自哪个典故 孔荣回答说 以金度之 想当然耳 意思是根据现在的情况 顺手编的 曹操听了 简直气得要死 周公是五王的弟弟 达基是阴咒王的爱妾 五王并没有把达基赐给周公 所以曹操翻遍史书 也找不出来 这是什么典故 原来竟是孔荣县编的 是把曹操比作五王 曹操比作周公 真福比作达基 五王跟周公是兄弟 曹操跟曹丕 却是父子 这里面似乎隐含着 曲曲折折的暧昧之意 似乎暗示着 真福原是曹操所爱 后来给了儿子 在这件事上 曹操和曹丕父子 不像父子 兄弟不是兄弟 而达基更不是什么好女人 早已恶名远扬 用她来比真福 这种话 也只有孔荣一个人敢说 曹操黑史 多与裴松之有关 三国制作者 陈寿笔下的曹操 几乎没什么大的缺点 是个高大权 现在人们所熟知的 曹操的那些黑史 大多与陈寿无关 这些材料多来自裴松之 为三国制五帝纪 所作的注解 裴松之著 三国制五帝纪 共有141处 引用史籍多达22种 内容十分庞杂 既有曹操官方史书 魏书 也有曹操铁杆粉丝 王灿写的 汉墨英雄记 这些都是欧哥曹操的 裴松之引用这些材料 进一步丰富了历史细节 但在所引用的史料里 也有像无人所传 曹瞒传 以及近人所著 未尽是余等 曹瞒传传是 孙吴对敌宣传读 从书名就知道 对曹操怀有敌意 写的时候毫无顾忌 不顾史实 裴松之却一口气 引了十三条 几乎全为负面 在这些记录里 曹操成了酷虐变诈的人 能力 人品 均有问题 连他姓不姓曹 都有疑问 在对待曹操的身世上 未尽是余等书 与曹瞒传一样 也希望拔水搅浑 还有孙盛的杂技 凭空制造出 曹操杀吕博奢一家的奇案 裴松之海隐 县地春秋五条 县地起居住五条 县地记一条 县地传一条 山羊公仔记一条 这些著述 多同情汉县地 自然对曹操 没什么好感 说曹操 曹操道的由来 说曹操 曹操道 这个俗语 出自三国演义 说汉县地 被李爵 郭四围困 有人建议曹操 可来救驾 信使还没有出发 曹操带着大兵 就已经到了 汉县地高兴之余 脱口而出 说曹操 曹操道 不过 说曹操 曹操道的后面 其实还有内容 也出自三国演义 说后来 吕布与曹操对战 曹操中了埋伏 混战之中 吕布截住了曹操 问曹操在哪里 曹操顺手指了下 别的地方说 骑黄马的那个人就是 结果吕布就错过了曹操 毛宗港评三国演义 看到这里时 引用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 方说曹操 曹操就道 当面错过 岂不好笑 曹锐差点成圆锐 三国志记载 为明帝曹操 驾崩于景初三年 即二三九年 并说他十年三十六 古人在史书中 一般很少提到人的年龄 陈寿却在此强调 曹操死时三十六岁 据此推断 曹操是二零三年出生的 考虑到古人有虚碎的传统 那就推后一年 至少也是二零四年出生的 那么曹操至少要在二零三年 已经娶了曹锐的母亲 真伏才行 于是问题来了 二零四年二月曹军才开始围困叶城 数月后才将成功破 如果曹锐出生在二零四年 他就不是曹丕的儿子 真伏原来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 那么曹锐就变成袁熙的儿子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要么是笔物 要么就是高级黑 不露声色的来一笔 就像说曹松末身其本末一样 故意造成疑案 曹锐小时候 爷爷曹操特喜欢他 曹操对他说 我基于尔三事宜 也就是从我到你是三代人 说的不能再肯定了 曹锐究竟是不是曹丕的儿子 这个问题对曹操来说 是个必须弄清的问题 显然 只有毫无疑义的情况下 曹操才能这么喜欢曹锐 才能让这个孙儿 每朝宴会同 与世中进尘并列帷幄 对曹丕来说 更不会把曹锐的身世搞错 也只有在毫无疑问的情况下 才能把江山设计交给曹锐 所以曹锐不可能是圆锐 十年三十六的技术 只可能是三国志 有意或者无意地搞错了 曹操杀吕布的另一个原因 白门楼上曹操最后下决心杀吕布 刘备在旁边说的那番话 固然起了一定作用 吕布这个人诚信度较低 缺少政治伦理 凡与他合作过的人 丁元 董卓也罢 袁绍 袁树 刘备也罢 都吃过他的亏 曹操爱财 却不养虎为患 这当然是曹操要考虑的 除此之外 吕布自己说的一句话 也提醒了曹操 坚定了杀他的想法 在此之前 曹操自认为 之前没见过吕布 吕布在白门楼上初见曹操 为了跟曹操套近乎 对曹操说 昔日在洛阳会温室园 这句话大概让曹操吃了一惊 董卓携梁州军到洛阳 曹操当时是朝廷的齐都尉 董卓大权在握总览一切 而吕布刚杀了上司丁元 投靠董卓 是董卓面前的大红人 吕布出入都跟着董卓 了解了很多事 在董卓制造的恐怖环境下 曹操那段时间 其实做过一些 阿语董卓的事 有个故事说曹操 曾向董卓献过刀 这个故事虽然被美化为 一次次董 但至少说明曹操在董卓面前 是装过的 拉拉扯扯 献个妹什么的 这估计曹操没少干 献刀的故事也许是传说 曹操向董卓献美女 却记录在案 汉书通志中记载 曹操未得志 先右董卓 尽貂蝉 以获其军 这个貂蝉 也许就是那位貂蝉 类似的事曹操干过多少 天之 地之 曹操之 董卓之 曹操当然不会再提起 董卓也已焚尸灭迹 但吕布的一句话 又提醒了曹操 吕布也知道啊 神秘消失的三国五大名将 三国时期神秘消失的五大名将 第一名 屈翼 原来是韩副的部将 后来投降了袁绍 在许多战役里 都为袁绍立下了大功 但后面就不知所踪了 第二名 严刑 原来是韩隋的部将 挑战过马超 险些要了马超的命 投降了曹操之后 史书对他就没有再做记载 第三名 马代 是马超的从弟 和姜维一起 联手诛杀了魏延 因公升为平北将军 再往后 史书对他没有再做记载 第四名 严严 张飞一世严严 成就了一段历史上的佳话 严严投靠了刘备 再往后就没什么消息了 第五名 高揽 原是袁绍的部将 民间所谓河北四庭柱之一 与严良 文丑 张合齐名 官渡之战期间 投降了曹操 再往后 也没有了下文 曹操说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虽然这样写 但他不是三国时代 酒量最大的人 刘表给自己 做了三个大酒杯 分别叫 博雅 中雅和济雅 最大的博雅 能装七升九 如果按现在来说 就是七公斤 不过汉朝的升 只相当于现在的 五分之一 即便是这样 也是二斤八两 但刘表还不是那个时候 最能喝的人 他比不过下面那个人 谁呢 刘备的老师 卢植 史书上说 卢植的酒量是一石 汉朝的一石 是一百二十斤 当然汉朝的一斤 比我们现在的斤 要小得多 一百二十斤换算下来 大概是现在的三十公斤 这个记录估计很难被打破了 卢植当之无愧 是三国时代的九王 戏台上 关羽穿绿的原因 在戏剧舞台和影视剧里 关羽一出场 他的穿着打扮就非常有特点 头戴绿色的帽子 身披绿色战袍 以身绿 这样的装扮 有没有史书做依据呢 史书里只说关羽 有一脸漂亮的胡子 诸葛亮曾经夸赞关羽是美然公 除此之外的长相 穿戴就没有更多记载了 在小说里 这方面的描写更具体些 有对关羽身高 肤色 眉毛的描写 但平时穿什么衣服 倒琢磨不多 平话里提到过 关羽喜欢戴一顶轻帽 不过青色还不是绿色 这青色怎么变成绿色的呢 很大程度上 跟关羽的脸色 和索旗的马有关 关羽是红脸 骑着红色的赤兔马 红色是最难搭配的颜色 写在文字里无所谓 但在舞台上表现就困难了 为突出关羽的红脸 只好给他配了一顶绿色的帽子 为了搭配关羽红色的战马 只好给他配了一身绿色的战袍 曹操还是一位美食家 曹操专门写过一本 叫《四十时制》的美食专著 太平预览 《初学记》都提到和引用过这本书 从现存文字片段 可以看出曹操最爱吃的东西是鸡 鸡的各个部位味道怎么样 怎么做好吃 曹操都门清 所以手下问曹操 军中口令 曹操脱口而出 说了个鸡类 除了爱吃鸡 曹操也爱吃鱼 而且会做鱼 在《四十时制》里 还列举了很多美味的鱼 如发鱼 耕年 松江鲁鱼 关渡泥鳅等 并且记录了十四种做鱼的方法 可惜具体内容已失传了 生活在三国能吃到什么 先秦时代 人们的蔬菜水果还较为有限 西汉时 张谦等人 沟通了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而引入一批新品种 丰富了内地人们的生活 到了三国时代 人们食物中的蔬菜种类 虽然不能与现在相比 但也很丰富 常吃的有 韭菜 茄子 萝卜 冬瓜 藕 芋头 焦白等 还有一些蔬菜与现在的叫法不太一样 比如云苔就是现在的油菜 微菜是现在的空心菜 松是现在的白菜 葵是现在的线菜 还有葫芦 现在人们基本不再食用了 但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蔬菜品种 三国时代 人们能吃到的水果主要有 桃 梨 蟹 橘子 梨 酸梅 荔枝 桑胜 樱桃等 还有刚刚引进 显得较为稀罕的葡萄 石榴等 而现在人们常吃的西瓜 草莓 菠萝等水果 那时还没有引进中国内地 三国时代人们常吃的鱼类有 鲤鱼 白鱼 鲁鱼 鲜鱼等 也能吃到一些海鲜 主要有牡蛎 鳖 棒 乌贼等 当时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鱼 如渤海的鲍鱼 无地的鲁鱼 蜀地的饼鱼鱼 洛阳的鲤鱼 武昌的防鱼等 除了吃鱼 人们还经常吃一些乳制品 如酥酪 果酪等 它们都是以奶类为原料而制成的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其中果酪是用果肉或果仁 与奶制品一起制成的 人们也经常把酥酪果酪制成干块状 相当于那时候的糖果 曹操送诸葛亮鸡舌香 魏武帝集中收录了一封信 题为《与诸葛亮书》 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两句 金凤鸡舌香五金 仪表威夷 众所周知 诸葛亮是曹操错过的一位人才 诸葛亮出山前一直隐居在荆州 曹操赤壁之战前才第一次涉足荆州 而此前一年 诸葛亮已正式加入刘备阵营 二人未有交集 此后曹操主要经营北方 诸葛亮随刘备入属 至曹操去世 二人也没直接打过交道 所以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和背景都颇费思量 中华书局曹操其意著认为 这当是诸葛亮书中的一句话 在赤壁之战以后 曹操曾经拉拢孙权 给孙权写信 写这封信可能是同样用意 这种解释虽然留下的空白依然很多 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鸡舌香又称母丁香 是一种香料 外形为干燥的果实 呈卵圆形或椭圆形 因似鸡舌而得名 鸡舌香也是一味药材 味心 性温 可致抱心气痛 胃含呕逆 风冷齿痛 牙轩 口臭等症 鸡舌香原产于印尼马鲁古群岛 公元前三世纪作为香药传入中国 据汉书记载 汉朝的尚书郎向皇帝奏事时 要口含鸡舌香 以食口气芬芳 所以鸡舌香是汉末朝臣们的一种日常用品 曹操送诸葛亮鸡舌香 其实跟曹魏方面后来送江维太史词当归一样 是一种隐喻 是想拉拢诸葛亮 让诸葛亮到朝中当官 诸葛亮年轻时只是一名不一 跟随刘备后很长时间里职务一直未明确 以宾客的身份为刘备出谋划策 曹操注意到了诸葛亮 想让诸葛亮到自己这里来 曹操要喊袁绍叔叔 袁绍比曹操大了十岁左右 单凭年龄论 似乎曹操还不至于喊袁绍为叔叔 但袁家和曹家还是亲家 曹操为拉拢袁绍的长子袁檀 让自己的儿子曹整娶了袁檀的女儿 这样一来 曹操的儿媳妇就是袁绍的孙女 曹操比袁绍矮了一辈 除此之外 曹操比大将何晋也矮了一辈 何晋是汉墨风云人物 袁绍和曹操都曾是何晋的部下 何晋有个儿子叫何贤 就是大学者何燕的亲生父亲 何晋何贤都死得早 何贤的妻子尹氏长得很漂亮 曹操就那尹氏为妾 何燕成了曹操的养子 曹操取何晋的儿媳妇 双方等于差了一辈 袁树是孙权的老丈人 袁树死后 他的后事是从地袁印料理的 袁印后来率领袁氏旧部 奉袁树灵鹫投奔了卢将军太守刘勋 其中包括袁树的妻子和儿女 孙策紧接着攻打刘勋 刘勋失败 投奔曹操 袁树的家眷于是被孙策所得 其中包括袁树的女儿 后来孙权娶了袁树的女儿 这就是孙权的袁夫人 他为人很有德行 没有生育 孙权屡次将朱姬所生的儿子 交给他抚养 孙权娶自己的侄女 在孙权的众多妻妾中 有一位徐夫人 他的父亲叫徐坤 徐坤的父亲叫徐珍 孙家徐家关系一直不错 孙权有个妹妹就嫁给了徐珍 也就是说 徐夫人的爷爷是孙权的妹夫 徐夫人与孙权差了两辈 如果这样论 徐夫人的父亲跟孙权是平辈 徐夫人是孙权的侄女辈 徐夫人一开始嫁给了陆迅的族人陆尚 陆尚死后 孙权看上了他 非要娶过来 结果徐夫人又嫁给了孙权 孙权对这个侄女非常疼爱 曹丕也以侄女为妃 曹操干过一件事 是把自己的三个女儿 同时送进汉县帝留邪的后宫 当妃子 其中曹洁 后来还成为汉县帝的皇后 曹操这么做 是想进一步控制汉县帝 之前汉县帝的董贵人 扶皇后先后牵扯进谋反事件 虽然都被平息了 但曹操在政治上十分不少 汉县帝留邪跟诸葛亮同岁 比曹丕大六岁 曹丕的亲姐妹嫁给汉县帝 意味着曹与汉县帝既是平辈 又是同龄人 曹丕后来代汉 留邪被降为山阳宫 迁往山阳国居住 不久 留邪主动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献给曹丕为妃 留邪的这两个女儿 虽然不可能是曹操的女儿所亲生 但论起来 他们也算是曹丕的侄女 选侄女为妃 似乎有为人伦 但曹丕不仅欣然接纳 而且对这两个侄女颇为宠爱 诸葛亮和王朗是亲戚 诸葛亮骂死了王朗 这个情节人所共知 王朗在大家心目中 是一个心里极度脆弱的人 居然能被人活活骂死 其实这是小说虚构的情节 真实的王朗是当时的名士 曹魏的重臣 他位置三公 最后以高寿死于刃上 有趣的是 诸葛亮与王朗还有亲戚关系 王朗有个儿子名叫王素 也是曹魏名臣 他有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嫁给了司马昭 另一个女儿嫁给了荆州大族 淮良的儿子淮君 淮良有个侄子名叫淮琪 当过房陵俊太守 淮琪的夫人则是诸葛亮的姐姐 如此一来 司马懿 司马昭 司马炎 跟诸葛亮 成为亲戚 而王朗也是诸葛亮的亲戚 关系虽然有点绕 但都货真价实 朝廷出签许县 住房紧张 汉县帝建安初年 朝廷刚签到许县那阵 曹操在许县广泛招揽人才 杜姬经巡逾推荐到司空府任职 后外派为护枪校尉 兼任梁州刺史 不惜平俊太守 杜姬不是影川俊人 跟荀裕没有什么交往 他被荀裕所注意纯属偶然 杜姬刚从荆州回到许县时 同室中耿记认识 两个人经常在耿记家里深夜闲聊 荀裕跟耿记是邻居 一天夜里 荀裕听到他们的谈话 认为杜姬这个人财食出众 第二天 荀裕对耿记说 你身边有这么财食出众的人 不向天子推荐 岂不是白拿了朝廷的俸禄 荀裕于是主动邀请杜姬相见 轻谈之下 更是觉得自己判断的不错 于是把他推荐给了曹操 荀裕时任上书令 相当于朝廷秘书局局长 适中相当于皇帝的顾问或随身秘书 论品质 适中比上书令还要高 两个朝廷重臣互为邻居 夜里居然能听到对方家里的谈话 说明朝廷刚签到许县时 住房多么紧张 魏延的子武谷计划无胜算 魏延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子武谷计划 具体是魏延率领五千人马 从秦岭山中的子武谷偷袭长安 诸葛亮率主力 从其他战道发起进攻 双方相会于关中 将关中占领 诸葛亮否认了魏延这项计划 有人认为魏延的计划 有一定的可行性 尤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不出骑兵不冒险 根本无法取胜 有人由此断定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一般 应对疆略非其所长 应该说魏延的偷袭计划 胜算其实并不高 以五千人马 就想攻下城池高大坚固的长安 几乎不可能 诸葛亮曾率十万大军 打不下一座小小的陈仓城 而在长安城下 一旦陷入胶着对峙 攻入关中的蜀军 将有来难回 曹操为承玉改名字 承玉是曹操手下 最重要的谋士之一 他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 而叫承丽 改名则是因为他做过一个梦 据史书记载 承玉年少时 经常梦到自己登上泰山 在山上两手捧日 因为与寻玉交好 他后来就将梦境告诉了寻玉 承玉投奔曹操后 寻玉就向曹操提起了这件事情 曹操听吼大喜 认为自己就是承玉手中的太阳 承玉梦到捧日 自然是指将辅佐自己成就 帝王大业 为顺应梦境 曹操让承玉在栗字上加一个日子 成立于是改为承玉 承玉把老家整个县都抢了 承玉是曹操手下文武两方面能力 都很突出的人 立下过很多大功 尤其是早年在衍州时 那时曹操与吕布战于衍州 这一仗打得很激烈 当时衍州一带闹了蝗灾 最大的问题是驱粮 曹操不得已向袁绍求援 袁绍开出条件 说援助可以 但要曹操把家眷送到他那里 实际上就是做人质 曹操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 但眼下舍此没有更好的办法 于是有点动摇 承玉当时从外面办事回来 听说这件事马上来见曹操 他力劝曹操不要答应袁绍 并表示眼前虽有困难 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一定能克服 曹操得到了承玉的支持 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承玉立即行动 利用自己在眼周一带的影响力 替曹操分忧解难 他四处征集粮食 甚至掠欺本献 也就是回到家乡东阿县 把老百姓的粮食搜刮一空 以充曹操的军粮 一般人都很看重名声 即使不太看重的 也会顾及在家乡父老眼里的形象 在外面再作恶 但一般不会跑到家门口干坏事 承玉把老家整个县都抢了 虽蜀被逼无奈 但也留下了恶名 陈寿是刘善儿子的同学 蜀汉有个大学者 名叫乔周 他还有个身份 是史学家 邓爱带着大军 攻到成都城下时 就是他劝刘善投降的 作为一个文人 乔周有这样的思维 是没有错的 毕竟当时形势 已经非常明朗 灭掉蜀国 只是时间问题 乔周曾经做过 刘善的儿子刘璇的老师 除了刘璇 他还有两个 比较著名的学生 一个是名将罗宪 一个是三国志的作者 陈寿 刘璇被刘善立为太子 陈寿就成了太子的同学 所以在蜀汉也担任过官职 只是官运不行 他因为不满皇后乱政 而屡遭罢处 曹操七十二一种由来 南宋诗人范成大 奉旨出使金国 路过张河时 写了一首怀骨的诗 题目叫七十二种 诗中写道 一官合用 种如林 谁父如公 父此心 文说北人 未封土 世间随事 有知音 范成大担心 大家看不明白 专门给这首诗 做了一个著 七十二种 在蒋武城外 曹操一种也 森然迷惘 北人 比长曾风止 曹操一种的传说 于是越传越广 而且基本形成共识 其数量为七十二个 此后 关于曹操一种的故事 传播的更广泛 不仅民间传说 戏剧曲艺中 经常提及 在文人默克的 平调怀骨之作里 大多也都将其视为正史 嫁以平乏或歌勇 曹操一种 还被蒲松林 写进 《聊斋志义》中 影响力更大了 其实 至少在唐朝以前 曹操墓的位置 都是明确的 谢挑 裴松之 李世民等人 都曾临墓平调过 不存在一种 后来张和不断改道 冲毁了曹操墓 加之人们对曹操的看法 越来越负面 一种说 才产生 并越传越神 曹操打过地道战 建安二年 也就是197年11月 曹操率军 再争南洋张秀 战事进展还算顺利 但这时 突然传来消息 说袁绍要进攻 曹操的大本营许县 曹操不敢怠慢 赶紧回师 回师许县 最快速的推进方式 是走南方大道 东汉的南方大道 跟东方大道 东北方大道一样 是全国交通路网里的 骨干线路 它起自洛阳 连接鲁阳 晚县 阳县 襄阳 以及南郡的 治所江陵 武陵郡的 治所汉寿 走这条路 就好比上了高速公路 直线距离最短 路也最平常宽阔 曹操一心火速回师 一截许县之危 因此想都没有想 指挥人马 沿着南方大道 向北急行 谁知 这条行军路线 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 阳县以北 是一片山地 地势很显耀 南方大道穿山而过 在此形成了一处要塞 此地就是安仲 曹操大概没有想过 这么快就会撤军 所以忽视了背后的 这处要点 刘表这时 为支援张秀 派来了一支援军 刘表的援军 恰恰发现安仲这个地方 很重要 于是分重兵来占领 结果 断了曹军的后路 刘表的人马 进入安仲要塞后 立即整修防御工事 以南方大道为轴线 以山地为依托 很快建成了一条 东西连绵数十里的 安仲防线 曹操率军抵达安仲 才发现过不去了 如果绕道而行 无论是向西 还是向东 都是山区 道路不畅 费时费力不说 敌军依托有力地形 更容易袭击自己 安仲防线 就像一条铁链 牢牢地附住了 急于回尸的曹军 这时 张秀也指挥人马 从后面杀来 曹军面临前后 被夹击的不利处境 双方陷入僵持 情况对曹军 越来越不利 虽然曹军 人数占优势 但在有限的区域内 兵力难以全部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 守着有力地形的一方 更有优势 曹军陷入了兵法上 所说的死地 在此关键时刻 曹操发挥了军事上的 天才想象力 指挥人马 神不知鬼不觉地 突破了看似 牢不可破的 安重防线 而且基本上 没有什么损失 曹操是怎样做到 平安突围的呢 史书对此 没有详细记载 三国志只是说 曹操先是给 寻玉写了封信 说只要到了安重 必然能打败张绣 后来果然就 把张绣打败了 回到许县后 寻玉也曾向曹操 讨教过破敌的原因 曹操说 鲁厄武归师 而与武死地战 武士以知胜矣 但这番话 等于没有说 因为不是所有的归师 都能打胜仗 也不是在所有的死地里 都能起死回生 其实曹操之所以化险为夷 是因为他们采取了 敌人想象不出来的 作战方式 地道战 曹操白天与敌人对阵 晚上则悄悄在最险要的地段 挖掘地道 对于这一点 三国治理有过一些简单透露 说曹军夜早险 为地道 这项巨大工程 估计颇费了些时日 绝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 据史书的记载 曹军到达安重 是在五月 而回师到许县 寻遇向曹操讨教破敌秘密时 已经是七月了 这从侧面印证了 安重地道挖掘工程的巨大工作量 曹军的工兵部队 以顽强的毅力 挖通了安重防线 曹操才指挥人马 趁夜从地道顿去 汉墨三国三个曹杰 在汉墨三国 史书提到名叫曹杰的人 有三个 一个是曹操祖父曹滕的父亲 也就是曹操的曾祖父 三国治裴松之 注印司马彪续汉书记载 滕富杰自原委 素以仁厚称 一个是宦官曹杰 后汉书记载 曹杰自汉丰 南洋新野人也 其本魏郡人 史历二千十 顺帝初 以西元齐迁小皇门 桓帝时 迁中常侍奉车都尉 一个是曹操的女儿 后来做了汉县帝留邪的皇后 后汉书记载 羡慕曹皇后惠杰 魏公曹操 知忠女也 有人常把前两个曹杰 混为义人 其实没有这样的可能 史书对曹腾的父亲曹杰 记载较少 只有司马彪 续汉书 还有一些记载 临人有王使者 与杰使相类 一门认知 杰不与争 后所王使 自还其家 使主人大惨 宋所认识 并辞谢杰 杰笑而受之 游士相当贵探烟 长子薄兴 次子众兴 三子书兴 藤子济兴 从这一段记载中 可以看出 曹腾的父亲曹杰 品行不错 不与人争 他有四个儿子 其中曹腾年龄最小 所以曹腾是宦官 但曹腾的父亲曹杰 不可能也是宦官 否则 就不会有四个儿子了 曹操给女儿 也取名为曹杰 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侯康柱 三国志 补助序认为 若藤赴明杰 太祖不应赴以明其女 所以也有史书称 曹腾的父亲 名叫曹蒙 在繁体字中 杰与蒙相近 可能是史书传钞时 弄错了 曹操不是盗墓祖师爷 把曹操当做盗墓一行的祖师爷 这不是盗墓笔记 鬼吹灯 《寻龙诀》这些作品渲染出来的 这个说法自古有之 后汉书记载 又梁孝王 先帝母帝 焚灵尊贤 松柏丧子 犹意公诉 曹帅将立士 亲临发掘 破官裸师 掠取金宝 致令圣朝流涕 市民伤怀 又属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 所过悔突 无骸不路 南史也记载 以卫武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 乃至此二官 以建安王修人 山阳王修右领之 其余事迹分建朱列传 除了正史 一些文史杂著也有记载 水经著书记载 曹引兵入荡 发梁孝王种 破官 收金宝数万金 昭明文选记载 又梁孝王 先帝母昆 焚灵尊贤 丧子松柏 犹意速攻 而曹帅将立士 亲临发掘 破官裸师 掠取金宝 致令圣朝流涕 市民伤怀 曹又特制发丘中郎将 摸金校尉 所过灰突 无孩不露 以上这些记载 大体可归纳为 曹操曾亲自率兵 发掘了梁孝王墓 破官裸师 将墓中的金银财宝 搜掠一空 曹操觉得这是个生财之道 干脆设立摸金校尉 发丘中郎将等官职 专门干盗墓的事 上面这样的说法 几乎成了定论 曹操于是成了盗墓祖师爷 然而这些是值得推敲的 上面所记载的内容 可谓漏洞百出 一般认为 昭明文宣里的 为袁绍习玉周文 是曹操为盗墓祖师爷的出处 其他所有记载都源于此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陈林 建安妻子之一 他先是袁绍后头曹操 这篇习文是官渡之战前夕 为袁绍所拟的 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习文之一 然而 昭明文选并不是这篇习文的最早出处 比昭明文选更早的 魏氏春秋 曾把这篇习文全文收录 裴松之 魏三国志作著时 又将其采用 魏氏春秋 才是这篇习文 以及这件事的原始出处 魏氏春秋 是东晋史学家孙胜撰写的杂史 专门记述曹魏的历史 现已散意 仅存一些片段 多为裴松之著三国志引用 而得以保留 魏氏春秋 虽不像曹蛮传那样 赤裸裸的反曹 但也并没有站在曹氏的立场上说话 所记的事情比较杂乱 人们所熟知的曹操 姿貌短小就出自他 由于孙胜生活的年代 距三国较近 所以能收集到不少的原始始料 当年影响很大的 魏元绍习域周文 就被他全文收录了 这篇文章肯定是有过的 但当时是作为对敌宣传 和战争动员用的 立场又严重偏颇 所以不能当信使看 这篇习文大街曹操的黑史 比如说 曹操曾派七百名精兵包围皇宫 居进皇上 还说曹操平时住在皇宫里 当玉胜进 卑武王室 都是无稽之谈 当然 要辨明曹操盗墓的问题 还要将习文中的具体记载 与历史史实进行对照 习文没有说曹操发掘 梁孝王墓发生于何时 但既然是关路之战前发布的习文 这件事肯定发生在200年之前 这是时间的下限 时间的上限应该在曹操起兵反董卓之后 其189年年底以后 也就是说 假如曹操真干过盗掘梁孝王墓这件事 只能在190年至200年的这十年中 曹操于190年年初在吉武起兵 该地属陈刘俊 即金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一带 当时曹操在这一带募兵 活动范围较为有限 梁孝王墓在芒荡山 即今天的玉、碗、苏、鲁 四省结合部的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 由宁陵到永城有150公里 和汉朝420多里 在交通不便的时代 这是一个很远的距离 汉墨永城属梁国 不属陈刘俊 曹操在老朋友陈刘俊太守张淼的官罩下 来吉武武兵 活动范围不会超过吉武县 不可能跑到梁国去 更别说去盗墓了 再往后 曹操带着招募来的数千人马 参加了酸枣会盟 之后与董卓的军队激战于汴水 失败后渡过黄河投奔袁绍 在袁绍的支持下 曹操去衍州发展 活动范围越来越往北 距盲荡山越来越远 曹操与吕布带衍州激战多年 其间形势异常紧张 不可能分身去盗墓 后来曹操在衍州完全站住了脚 被朝廷正式确认为衍州墓 196年汉县地由长安东归 曹操由衍州来到洛阳迎接汉县地 之后迁都许县 再往后就是关渡之战了 在此期间 曹操曾三次向东面用兵 一次是征元树 是东南方的淮南方向 不过芒荡山 一次是征吕布 是徐州的下批方向 此战经过梁国 并带梁国与刘备会合 但为了抓紧战机 在梁国只是匆匆一过 不可能放着吕布 不管北上芒荡山去盗墓 还有一次是征刘备 也是徐州方向 有可能过境梁国 但这一战更匆忙 当时关渡前线已形成对峙 曹操打的是时间差 每一分每一秒都得征 也不可能去什么芒荡山 综上所述 曹操并没有机会 去盗绝梁孝王墓 而且曹操迎天子后 以身为朝廷三公之一的司空 百官之总众目所示 绝不可能公开去盗绝 皇家陵园 而且陈林习文所记 还有其他漏洞 习文说梁孝王是先帝母昆 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先帝通常指在位皇帝前一任的 遗故皇帝 应该是汉陵帝 他的母亲姓董 这里是说董氏的弟弟呢 还是说汉陵帝的同母兄弟呢 无论哪一种情况 都与梁孝王不符 习文还说梁孝王墓被盗绝后 致令圣朝流涕 意思是汉陷帝曾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汉陷帝东归以后 那就尴尬了 因为曹操就在汉陷帝的眼前 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果是东归之前的事 汉陷帝彼时身处长安 形同傀儡 一天到晚估计盘算的 都是如何活下去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皇帝 在那种情况下 还能为一个数百年前的亲人墓 被人盗绝而大哭 不可思议 还有一点 在那段时间里 天下既有战乱 又有严重的自然灾害 粮价暴涨万倍 平时数十钱一旦的粮食 涨到了数十万钱 到了有钱也买不来粮食的地步 不断出现人相识的惨剧 在这种情况下 墓里面的那些金银财宝 还有什么用啊 曹操真要有盗墓这把的力气 还不如组织大伙去种地呢 寻遇的岳父是宦官 寻遇是曹操手下的诸葛亮 他是汉末世家大族出身 本来效力于袁绍 为什么转投了曹操呢 这里面有寻遇对袁绍 曹操个人能力的判断 但是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原因 也很重要 这个与寻遇的夫人有关 寻遇的夫人姓唐 唐氏的父亲是汉陵帝时期 著名的宦官唐恒 唐恒当宦官后 不可能再有子女 唐夫人可能是唐恒当宦官之前 就有的女儿 或者是养女 唐恒虽然全是军天 但他也想有个好名声 就想结交一下世人 于是想把女儿 嫁给一个叫傅公明的读书人 但是被这位傅先生一口回绝了 弄得唐恒很尴尬 寻遇的父亲为了给唐恒解围 主动提出把这个唐小姐 迎到自己家 给自己当儿媳妇 这件事成为寻遇的隐痛 别人当面不说 但背后里难免有议论 而寻遇投奔曹操后 大家就不敢再拿宦官的事 开玩笑了 因为你讽刺了寻遇 就等于讽刺了曹操 曹操的父亲曹松 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刘备打曹操的小报告 关于曹操与刘备相识的时间 大部分史书提到的 都是在沙吕布之前 在更早几年的谭城之战 二人曾有过交手 但未必见过面 在三国演义里 刘备因为黄金起义 与曹操见过面 后来在十八路诸侯 陶董卓时再见 其实这些都不是他们认识 和打交道的准确时间 关于他们最早相识的记载 是在王灿所著 《汉末英雄记》一书里 共有两条 其一 灵帝末年 被常在京师 赋予曹公聚还配国 穆赵和众 惠灵帝崩 天下大乱 被一起军 从讨董卓 其二 曹与刘备密言 被写之于袁绍 绍之操有徒己之意 操自责其舌流血 以诗言戒后事 这说明 早在董卓乱政时 二人就已相识 这样的记载 看起来有些突兀 且无旁证 但王灿 是曹操身边的近臣 相当于高级秘书 他不会互变 所以这两条记载 可信度较高 诸葛亮 未阻止东征的原因 关于此后 刘备执意东征伐吾 很多人都出来劝 但劝的人里 似乎没有诸葛亮 有人认为诸葛亮也劝了 但史书没有写 不过 这只是揣测 真实的情况 可能是诸葛亮 确实没有去劝阻刘备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 刘备的手下 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从荆州到的益州 他们的亲戚朋友 以及家产都在荆州 荆州沦陷了 这些人肯定急着打回去 这种情况下 诸葛亮不能劝 另一方面 刘备东征 也许有一定的胜算 东征之前是汉中之战 对手是曹操 这一仗更难打 结果刘备打得非常精彩 东征如果打好的话 也许能把失去的荆州夺回来 正因为如此 诸葛亮才没有坚持劝阻刘备 对手是曹操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 keep